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关头晚安 我是刘祝华 虽然今天有中共的围台军演 台股没来怕啦 在今天照掌不悟 因为专家说 台股现在已经开始上演 第四季的做梦行情了 做梦谷今天要告诉您 交战全攻略了 最近韩国的料理食镜节目 好夯叫黑白大厨 今天我们要来场台股的黑白大对决 到底白马股有谁 黑马股有谁 怎么样挖掘股市隐藏版的美味 今天专家来告诉您 好 市场讨论度好高00887 上个礼拜被处置在今天 直接灌破了在挂牌的新低价了 这到底溢价 到底所谓的禁止有哪些的密心 这其中如果你还在车上 或准备上车 该怎么办 今天请教四位来宾 首先要请到俊姆老师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00887 哪一些的密心 今天交给伯极老师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好 黑白大对决 哪一些黑马股 今天交给的是玉堂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礼拜四台积电法说了 现在该上车还该下车 请教的是冠军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台北股市虽然今天早上 有中共的军演 但是股会起扬 没再怕 最主要 台积电神山护着台股 带领今天细光子拉机器人 都有追加力道 中小型股 今天有一些IC设计 有一些赛热 有一些重电个股典放 所以指数在今天 中场上涨73点 收22975 今天量急缩 剩下3143亿 谁分到今天仅存的量 等一下一起来看看 首先今天大盘涨 结构不错 因为上涨加速多于下跌的加速 而且涨停加速还有30多档 今天气氛整体还是热络的 第二个是法人 外资今天虽然有一些些的转卖 卖不多 小卖了16亿元 重点是 礼拜三台指期即将结算 外资今天空单减了2700多口 目前空单降到了4万口以下 对于卖压 是不是有能够一些缓解呢 第三个是新台币 台币今天小扁转小身 但是方向呢 怎么样预告资金的流向 当然今天大家还很关心 在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今天继续的反弹 香港股市今天倒是有一些卖压了 我们一个一个先来扫除 目前台股眼前的利空 第一个 早上中共的军演 的确让台股一度下跌了 白点了 好 到底这件事情 未来对于台股的卖压重不重 今天量缩了 我们先为您整理几次 除了这次之外 回算过去两年以来 三次重大的军演 特别是在2022年8月4号这次 这次因为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 当时的议长访问台湾 于是中共开始连续三天的军演 军演完之后 隔了半个月又一次的军演 那一次比较严重是因为 有实弹飞过了 有飞弹飞过了台湾的领空 但是股市的跌幅并不重 往后推算一个月 也没有卖压 再往后看一次 再往前看一次 好像不仅当天都没有跌 之后也都没有太大的拉回幅度 所以玉堂今天第一题请教您 中共的军演对于台股的影响 这次你怎么观察 我觉得完全不必难想 其实市场上已经有点麻痹了 因为其实中共的军演 也不是第一次来 刚刚祝华带的很清楚 过去几次 其实对台股的影响性不高 但我认为 对于成交量或许有一点冲击 因为还是会有些同志很担心 会不会这个军演扩大等等 那大家会比较观望一下 再看后续的一个发展 但是如果就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应该这个比较偏于政治性的事件 那我觉得市场的解读会比较平淡一点 就短线 就今天可能开盘 有些军工股长 或者大家再等一等 会不会有扩大 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事件冲击性不大 原则上就是回归基本面去炒作 好 我觉得投资人对于这所谓的军演 现在也比较理性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事情影响不大 但台积电呢 台积电这个礼拜四即将召开法说会了 我们拉出来过去2023 2024年到现在为止 总共包括了这一次7次的法说会 股价怎么表现 过去6次法说当天的收盘价 往后一个礼拜股价的涨跌 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过去6次法说会之后的一个礼拜 台积电股价跌的次数 远远多于涨的次数 更精确来说 只有一次之后的一个礼拜 股价是涨的 所以过去的数据显示了 很多短线的投资人 法说会召开完之后先走再说 关心现在台积电该上车该下车 我认为有跌就要买 因为毕竟现在当然现在是1000以上 所以你这时候去入手 可能会觉得说很贵 但是如果说每次都像这个样子 法说会完之后跌下 你看到如果你在493买的话 你现在多开心 你在569买的话多开心 甚至你连这个924去买的话 你也很开心 所以我认为说 当然你现在不用去追价没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法说之后 真的跌个5% 8%的话 你更是需要去进场 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 这辉达的这个B 辉达的这个Blackwell 到明年已经卖光光了 那谁是最大赢家 是台积电 那如果你不敢买辉达的话 我想台积电可能是第二个选择 好那台积电 我今天照样要问 有没有机会再看到 三位数的台积电 等一下拭目以待了 当然最近市场上议论纷纷 今天好多人在讨论 陆股相关的ETF 叫做00887 上个礼拜创下了ETF 第一次被处置的 5分钟撮合一次 而且不能够当冲 结果今天再度传出 主管机关可能要约谈 这个发这个ETF的讨信了 无论如何 早上股价两波的跳水 今天盘中最低价已经灌破了 当时挂牌以来的新低价了 博姐想请教你 昨天我在跟博姐讨论的时候 你就已经预告到今天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 现在要问我们看一下溢价幅度 今天意味仗两次的跳水 目前溢价幅度剩下百分之二十八 之所以说剩下百分之二十八 是因为之前是两百二十一 我直接问这样子溢价幅度 现在还有没有操作的空间 第一个00887跟其他入股的ETF都不一样 为什么 他玩他自己的啦 所以你说短线可不可以操作 只要在里面玩的那些人没有走 他还是会相对比较活泼 这第一个 可是我们从溢价幅度来看 说实在的 站在我的立场 我认为根本不能玩 为什么 因为他跟净值差距太大 对 那你看今天 这个导播再上一下 刚才那张盘中的江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两次下沙 第一次是什么 第一次是预期今天 有这个申购的初级市场卖押会出来 所以开盘往下跌 十一点那一次就是什么 券拨下来了嘛 上个礼拜申购 对 申购的券拿到了嘛 所以你看那每一盘五分钟 都是一万多张 一万多张 一万多张砍出来的量 所以未来 只要这个永峰中国科技 00887 它能够让投资人持续的申购 初级市场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溢价幅度 未来一定会一直的压缩 就是它会缩小 那现在28会不会太贵 当然会啊 那万一以后说到剩2.8怎么办 也就是说 你隐含的跌幅还有20%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那主管机关也有讲了嘛 他说你这个永峰投信要出来解释 对不对 永峰投信也回 也出来跟大家讲 我们尽力把这个溢价幅度缩小嘛 那既然人家都这样讲了 我会建议 这一档你就不要再想到说 它会回到过去的辉煌 那个38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其他的反而正二的 你看都很活泼嘛 是 对对 而且量也都够大 这一些我觉得还是可以留意 好 所以如果你在00887的车上 如果你不在车上 正是在观望其他的路股ETF 怎么操作 还有净值跟溢价 到底有哪一些的猫腻 今天博家老师都会告诉您 进入今天第一个大主题 虽然有中共军演 但是今天股会是盘中震荡都不大 来 居民老师 我们请您上台来 所以接下来黑线打一下 台股进入了10月的下半月 行情你会怎么看 还是持续看 然后主要是全球的股市 在资金的推动之下 其实包括美股 包括台股都有机会持续往上走 那什么叫资金 其实我们看一个数据 可能大家没有留意一下 就是在10月份 全球的货币供给来到107兆美元 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这个有资金 那基本面又不差的话 那股市自然会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大概从2018年以来 红色这条线 就是全球的货币供给量 你们发现107 创下107兆美元 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中间这段时间整理 大概就是跟这个美国美联准升息有关 那下面这个是代表货币供给的年增率 大家有没有发现年增率开始起来了吗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开始进入全球流动性的扩张期 那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到明年年底 那后面我们再来看 那不过不管如何 目前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的流动性 全球货币供给 那代表资金充沛嘛 那资金充沛的一个情况之下 只要基本面OK 不要太离谱的话 其实都容易涨 谁特别容易涨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经济体是不会涨的 比如说谁 我们举例 特别注意一下中国股市 因为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是在降准降息 而且权力救市 可是最近公布出来的PPI 创下六个月的新低 所以什么市场不会涨 就是通缩环境的市场 通缩环境的市场 通过紧缩 那这个可以 大家如果可以联想的话 就联想一下之前日本的经济 日本放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股市不会涨 房地产不会涨 经济也没起来 那现在来看中国有可能面临到同样的状况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中国经济面临到总体的需求不足 那有通缩的一个压力 那流动性 进入流动性陷阱 我们稍微带一下这个经济学的流动性陷阱 它是代表说 我不管把利率降低 或者是增加货币供给 也没有办法刺激经济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救市措施 中国股市的一个反应 十一长假之前 人行放水救市 对不对 就是降息又降存 那另外呢 十一之后呢 当然包括发改委 这个财政部 财政部都有这个新闻发布会 不过其实大家都很失望 就没讲什么 其实他们主要的动作 大概就是支持地方政府的债券 帮他这个置换 然后接下来呢 希望地方政府去开始发报工程 第四季赶GDP 可其实中国最大的问题是 有效需求不足 就是大家对前景没有信心 投资就一般的这个民众不愿意消费 宁愿把钱存起来 对那企业的部分也不愿意投资 所以只能靠政府拉动 那这种情况其实效果很差 那简单讲了 所以呢在这些政策之后呢 其实A股是爆发减持潮嘛 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 发布这个减持公告 而且回购增持根本就没有兴趣 这个央行还特别发了这个三千亿的 回购增持特别这个贷款 大家没有去申请 没有人要申请 是哦所以后来申请的状况不踊跃 非常差啊 那所以呢其实上市公司都不愿意 都对自己没信心 不过的话你就增持嘛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那而且人行最近发布 严禁贷款炒股 因为有很多这个九零年 零零年以后的年轻人 跑去借钱炒股 那我们知道他的一个资产的利弱嘛 那万一崩盘怎么办 那就可能变成银行的问题 所以呢就已经禁止了 那所以呢我们看上个礼拜四天了 从十月八号到十月十一号 大家有去算的话 成交量上海股市跟深圳股市 总共是十万亿人民币 几乎全部套牢 而且呢大概我们这样算 就是上市就是上海股市 大概四点三九兆人民币 深圳股市更多五点七二兆 所以算起来十万亿的人民币 目前是套牢的一个情况 这笔资金要解套容易 不太容易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想谁去卖的 手上有股票的卖 绝对不会是这个长假之后跑去买 其实我们回到这个美股身上 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 道琼盘中创历史新高 标普也创历史新高 那科技类股来看 虽然没创新高 但是呢其实历史高点也蛮近的 而且有蛮多的股票创新高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的 美国超级财报 走是从金融类股开始 那第一个就摩根大通 财报优于预期 他的这个存款的量也是优于预期 所以呢他的股价离历史新高很近 另外呢大家常听到的贝莱德 主要是基金公司嘛 发很多的ETF 大家踊跃申购ETF 他的第三季的管理资产 11.5兆美元创新高 所以我们看一下贝莱德的股价 这个上个礼拜五是涨了三点多个 创下历史的新高 这是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所以其实我们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就回头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有没有相关的股票 另外呢 这个当然我们比较少了 就金融类股 其实金融类股也蛮强的 像这个富邦金 今年获利就很好 那AI的部分也有些股票 像博通是创历史新高 Meta是创历史新高 辉达跟台积电 非常接近历史新高 可能随时都会创新高 这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对 那像博通就主要是AI需求 跟他之前并购的这个VMware 这个并购的效益 这主要是他软体公司 做一些AI的软体服务 那Meta就不用讲 他是AI的运用 那包括AI的眼镜的发布 而且这个黄仁迅先生很看好 觉得非常的不错 这是AI的运用 所以我们看一下博通的股价 博通的股价 虽然说礼拜五拉回 但是这个位置是历史新高 他之前的高点是185 所以AI里面最先创新高的 反而是博通 这部分可以留意一下 相关的概念股 那回到这个其他的个股身上 美国的军工股超强 洛克希德马丁 这个最近是有创下历史新高 雷神科技通用动力 都创下历史新高 或者是历史新高附近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军工真的卖很好 像洛克希德马丁 他主要是做F16 那包括F35 另外其他的部分 像Uber上个礼拜五大涨 特斯拉跌倒 Uber吃到饱 因为这个特斯拉上礼拜五大跌 这个 这个他的一个发布会之后呢 股价大跌 跌快9% 对我们这时候再来研究一下特斯拉 另外就是音频节 这音频节我们介绍过 股价还在持续强 我们看一下这两家公司这个特斯拉发布会之后 特斯拉股价大概直接往上跳 那我们相关股应该就不多了 Uber 不多了 这个基本上来讲跟这个就是可能跟台湾 大哥大这种车队有关 音频节 那我们看一下音频节 到现在还在创新高 这个RFID 这个需求非常强 那而且他的市值应该要66亿美元 66亿美元 大概接近两千亿的新台币 这个其实对国内相关公司像永道 KYI应该是有蛮大的助力 那我们回到台北股市身上 其实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些股票 第一个AI有关的一定是台积电 因为博通也是他的客户 所以这次的法术会 那当然我想这个后面专家会介绍 其实包括三奈米的导入 两奈米年底市场 这都是最先的 就是全球最先进的制程 目前供不应求 而且他加速扩张的动作非常大 今年大概七座厂 包括一些封测厂 明年的话 其实从现在开始 从九月份开始 欧洲厂也开始 德国的这个德国厂也开始动工 所以明年的资本支出有可能比今年还要高 可能目前市场估是三百二到三百六 最高估到三百八 那我们就看这个法术的公告 如果是三百二到三百六就是次高 那景气透明度非常高 我说中者要不要先出一趟 趁法术会之后 其实有时候这种价差 不一定做得到 对其实他每次拉回 我就说像第一次跌到半年线 我说这个半年线不可能一次破 所以理论上来讲 1080会先过一次 所以真的要卖 我觉得1080过了再说了 所以要卖等 然后要买也可以再等 也可以等 因为法术会之后 看起来过去的经验不太好 但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不见得 会跟之前一样 像这个一月份今年是涨的 对不对 其实六百多块还是很便宜 但是四月份跟七月份 大家记得上次法术会说什么吗 第一个他说我好 但别人不好 对他说别人不好 所以他就跌下来了 那这次说我一样好 好 结果就跌下来了 所以他不管说什么 但是为什么一样好会跌 主要是说营业之前涨了一段 其实他之前你看 当天收盘是一千块 所以你第一次碰到一千块 本来就容易拉回 而且八月份那时候 七月份八月份那时候 有这个日元升值套利的问题 就跟他基本面没无关 所以现在又回到这个之上 所以有时候其实台积电 这种有利空拉回 都是可以注意买点 好 要卖 要买都可以等一等 来 第二张迅昕 迅昕其实标准的博通概念股 而且他非常早就开始做这个SIP 就系统级封装 封装里面最难做 就是系统级封装了 那其实他非常早就在做 那2008年就开始做光搜发模组 所以他算是非常早做这个光通讯的产业 2021年就是大概三年多前 就已经开始开发CPU了 可是目前我想市场上热的 大概就是一两年 他其实很早就投入了 那800G的产品 本来就得到博通的大单 然后配合AI开始供货 所以呢博通能够创新高 后面应该就他就 营收就会跟着起来 光搜发模组 今年大概五成 明年会有六成以上 所以他是非常纯的光通讯的概念股 但今年的获利好像没有这么好 所以要等明年 其实目前来反映明年 那这个获利当然不好 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光通讯 真的有获利好的没几家 联亚还亏损 是联亚今天创博通新高 那另外像上权 上权也没赚钱 所以其实大概都在反映明年来迅信看一下 今天收两百三十七块钱 其实我觉得他是这个样子 这条下降反压线 两百八九这条线 那大家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突破 理论上来讲基本面越来越好 他有机会突破 那我们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大形态的压缩 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多空在对决 是 多空在对决 但不是说一定会上 就是说他有可能往上也有可能往下 那往上或往下是代表方向的出现 对 因为我们举例 假如他突破的话 那代表这段时间看空的人 必须要做空单的回补 那看多的时候 他正式突破 我会做加碼 所以多方会开始追击 空方会停损 他上涨的速度就非常快 所以就留意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大概是两百四到两百四十五附近 能不能有效站上去 如果能够的话 那可能后面的涨势会加速 好 这是讯星 来 下一档怎么看永遠 这我们介绍很久了 那其实他的公布出来 九月份营收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主要就是RFID 全球最大RFID ODM厂 全球第二大的RFID厂 而且其实他筹码安定 六十一个percent是永丰雨 那所以呢 元泰的RFID都会跟他进 这没有问题 那之前我们提到 他本来就是Walmart的供应链 另外ARC品质认证 就是全球要找 这个RFID就直接找他 我这产品就没有问题 那去年五十亿枚到明年 会到一百亿枚 所以其他扩充产能的速度 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他的股价好了 最近公布 其实这样看起来好像 因为这个地方公布营收创新高 结果股价开高走低 那今天又带个下影线 其实我们这样看 这个地方是历史新高 这个是两百六十五 所以他是创历史新高后的整理 这个爆量黑黑 但是短线有人卖一趟 就是说这个短线涨多了嘛 可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两百七十五块附近 这个地方整理过后 理论上来讲还是有机会往上 那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看一家公司 有时候会用市值的角度去看 刚刚我们提到英平捷的市值 大概六十六亿美元 接近两千亿的新台币 他的市值多少 两百亿 他的产能比他好 赚的比较少 本益比又比他低 所以如果英平捷持续往上涨 其实永到整理过后 创新高的机会就非常高 了解 谢谢俊如老师请先回座了 因为全世界在目前资金的供给 非常的阔绰 会流到哪里呢 有通缩的国家区域 市场没信心 所以美国股市 还有接下来经济前景不错的股市 都有机会 那美国股市现在谁在引领 已经不是只有科技七雄了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 可能会有联动 题材操作策略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刚刚说到一个重点了 今天矽光子还有个股在创新高 这些不见得都有基本面 所以大家持续进入做梦的行情 还有哪一些有梦可做 怎么操作 休息一下 不接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